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老梁啊 是 我想請問一下 你出國玩的時候啊 有沒有什麼特殊的習慣呢 你這個就是問對人 因為我就是一個浪漫的人 我出國當然就是一直不停的 浪漫 我出國當然就是一直不停的耍浪漫 怎麼可能有這種誤解呢 真的 你想想看 跟女朋友坐在火車上 兩個人外面看到的 都是田園的風光 那種鐵道之旅最浪漫了 開玩笑 而且火車一定會經過隧道嘛 是 進去以後是不是車廂整個一片黑 對 而且那時候剛熱烈的時候 就想不小心碰到手這樣 這誰碰我們什麼 什麼碰到手這麼黑 我想說是不是我要給他來個 深深的一吻 我來想說我要親他的額頭好 還是臉頰 還是直接攻他的嘴唇 不要想那麼多 隧道很短 我直接給他撥下去 沒想到 騙他 他給了我一巴掌 活該啊 誰叫你亂親人 火車出了隧道 眼前一片大亮 這個時候我才看到 我的女朋友 怎麼從廁所走出來 蛤 他從廁所走出來 嗯哼 那你剛親的是誰 我轉頭一看 我旁邊站的是 列車長 而且列車長是站著耶 你是坐著耶 那你轉多親 我說 我只是來收票 你為什麼要這樣弄我 那列車長是用哪裡打你臉 走啦 打你一巴掌 對啦 活該啊 沒有辦法 兵荒馬亂之際嘛 難免都會有這樣的狀況啊 可是這樣子在火車上 是滿浪漫的 真的很浪漫 對啊 而且每個人都其實出國 有各種不同喜歡做的事 有各種不同的癖好 是的 是不是 今天就來聊一聊 到底你們有什麼癖好 出國在外 旅遊怪癖一大堆 我們的藝人團代表 歡迎三位 當對面走到哪裡都毛很多 我們的聯合國代表 歡迎 真的耶 毛一堆 出國除了機票飯店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好的旅飯 而各國文化不同 習慣也不一樣 今天節目中要來檢視各國人 究竟他們出國會有哪些怪癖行為呢 台灣人出國旅遊 會有哪一些必要讓你覺得 真的有夠驚訝的 怎麼會你們台灣人會這樣呢 我...有做什麼事嗎 他們出國一定要帶很多東西 對 你不覺得呢 例如說 就是例如說我們去外景 去外景三天 那你要帶什麼 就帶很簡單對不對 帶一個睡衣啊 對 我不知道什麼 T恤就這樣子 對啊 他們要帶 洗衣... 洗...不是 對 洗衣... 洗...洗衣粉 洗衣粉 然後洗髮精 路...路易... 這個還好 這個我可以了解 對 那你帶自己的... 這個還好 我還可以了解 那你帶自己的枕頭 怎麼樣 他覺得他飯店的枕頭 他睡不著 他帶自己的枕頭 去外景三天 嗯... 他就是有帶兩個行李箱這樣子 你不覺得太多嗎 行李箱有點...對不對 對 有點太多 然後他說 哦 外面的東西 我...我也不喜歡吃啊 那我帶自己台灣的泡麵 然後帶很多泡麵 然後我都是不... 不想去餐廳吃 都在家裡吃泡麵 不是 因為有的時候 所以你有跟梁赫群出過谷 對 不是 我會帶兩包備著 就想說 萬一你去外面吃東西 口味不合或怎麼樣 晚上又肚子餓 又沒有一些便利商品 你去的都... 都是香港跟澳門 跟香港跟澳門 到底有什麼不合理吃 我可以買香港的荷味道啊 可是你出國你不是... 吃了味道真的很喝 你不是要吃吃乾杯鍋著的味道 像剛剛安妮說 我們台灣人喜歡帶東帶西的 我不好意思說 我媽出國會帶鋼杯 鋼杯 鋼杯 然後墊湯池 甚至她還會自己帶蛋 自己帶蛋 泡麵就不要說了 她會自己帶蛋 蛋有很多地方進不去啊 可是她就會藏在襪子裡面 然後一層一層的 用衣服把它包起來 我有一次就親眼看到她在包蛋 我說你到底在幹嘛 為什麼要帶蛋出去 她說 晚上吃泡麵的時候打個蛋不是很好嗎 是 是滿好的 好有道理喔 可是除了這些東西之外 台灣人最愛帶的是藥 有沒有發現 藥都有 一定要帶非常多的藥 有一次我就是跟團 然後去那個烏戈庫 然後就是吃了 就是亂吃東西 就有點落塞 然後我就跟導遊說 那個我有點拉肚子 然後導遊說這樣子 那我等一下幫你看有沒有辦法找個藥房 在車上講 一講完馬上 每一個人舉手團課那種 尤其阿姨阿伯 每一個人舉手說 不用啦不用啦我才有啦 每一個人都 然後就開始 阿姨就開始 我跟你講 你這個現在先吃三顆 然後過多少小時你再吃三顆 有時候 你假如不是吃壞肚子啊 你可能是腸胃型感冒 他還是要腸胃型感冒 腸胃型感冒你就吃這個 吃這個阿可能會花燒 花燒你再配這個退燒藥 超厲害的 他們每個都變成藥劑師 然後那一次我收到的藥 我應該可以去開藥房 真的假的 我跟妳說台灣人 可是我覺得 那些藥光用看的都好了 真的 可是我覺得這也是台灣人的一個 好處 就是大家算熱情 對 而且藥一定都會在 或帶一些家庭常配良藥 是的 從拉肚子到禽流感都有 禽流感 也有 我個人覺得 台灣人太迷信 就比如說我之前跟我那個 經紀人去內地要工作 然後到那個飯店的時候 一走進去飯店 他就覺得說 這邊怪怪的 怎麼會怪怪的 感覺很乾淨啊 他說沒有沒有 就是很多你看不見的好朋友們 然後我們到那個房間的時候 我要開門對不對 他說等一下 等一下 要先敲門 幹嘛敲門 萬一有人在裡面啊 對 他說可能有人在裡面 我說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房卡 對啊 他說你還是要先敲門 他就 然後他就說 因為你們英文講Ghost 對不對 他說我怕裡面有一些好朋友 我說那萬一你敲門 他敲回來怎麼辦 他說換房間啊 換房間耶 對啊 農民曆不是用那個什麼 以初醒跟即初醒的那個日子嗎 我以前因為我很大方很神視 我要幫我女朋友就是訂機票去泰國玩 他就傳給我一整個月的那個 以初醒跟即初醒的那個日子 害我花了多幾千塊買票 OK 第二次要去西班牙這個更貴 又來了那個農民曆 花了快多一萬塊 好 到這裡我就說 就是 很瘦對不對 還沒還沒 如今水暑跟省事大方 但是 過美多久就那個 他說要跟一個姐妹 不是跟我要跟一個姐妹去香港 然後說下禮拜夜我就要去 那我好奇嘛 就是說那一天是以初醒的嘛 他說不是 但是機票比較便宜 那我就想說 這樣是不是雙重標準 我的錢跟你的錢呢 那我看那個農民曆 那一天是基礎醒的 他說沒關係 我相信我自己是一個 運氣很好的人 那為什麼他上次這樣雙重標準 這不是暗示兩回事嗎 第一個 他覺得你太衰了 我是水省 不然就是 米信的是錢嘛 應該是前面那一個 水省嘛 水省 謝謝 我沒有遇到過類似的情況 但是我又遇到過是台灣人 他們很愛 就是 出國前先把整個行程 安排好 才去 就是他們 通通都會貴化 不是嗎 你們不是這樣嗎 是嗎 我不是啊 外國人 就是我出國玩 我是可能大概知道我要去哪裡 對 我要就是在那邊怎麼樣 然後我到 就是我 到了這個國家 我才決定我要去哪裡怎麼辦 因為我會看情況 會看那個天氣啊什麼的 但是他們通通都貴化 而且 也不是就是像是 好我們第一天去哪裡 第二天去哪裡 他們每一個小時 每一個地方要吃什麼 玩什麼 租哪裡 買什麼東西 帶回來台灣 他們都會貴化 這樣很好喔 就是有做功課 對不對 然後你都知道 你到了你要做什麼 就不會浪費什麼 沒有沒有這根本有壓力 其實真的很有壓力 你們外國人都是大概這樣嗎 行程就是排個大概 或是根本沒行程 完全嗎 就算我們也是家庭旅行這樣 像我們之前我們家人 都會到海邊去 然後海邊我們就大概知道說 這個地方有很多可以玩的 那夠我們玩五天 那就好了 我們到那邊那天晚上 在想我們明天要幹嘛 然後其他的就是 如果 你不覺得這樣好浪費時間嗎 完全不浪費時間 不會啊 這就是賈斯丁的人生 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 浪費時間是比如說 你們明天要去這個地方 玩這個遊樂園 但我想要去玩海 但是我必須配合你們 合群到那邊 那對我來說才是浪費 我們反而會覺得說 好那你帶妹妹去玩那個遊樂園 我們兩個去玩水 好那你有沒有想過 規劃行程也可以有這樣的結論啊 我們大家明天要去哪裡 又要去海邊去 去遊樂園 大家不要浪費時間 各自去玩 不是很好 可是你們如果不規劃行程的話 我跟你講這次去越南 三十五個人就是沒規劃行程 每天都浪費大概三個小時以上 在討論明天要去哪裡 就是很浪費時間 然後每個人意見都不同 然後吃東西如果沒訂的話 大家就要分散 到大家坐下來吃飯集合的時間 五個小時又過去 那我覺得那麼大床 一定要規劃嗎 一定要規劃 像我 我覺得我跟神經質 因為我都會規劃兩個不同的行程 然後每一個規劃到一個不行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第一個做不成 至少好像有第三個 可是我覺得還是需要有一個 彈性的空間 如果第一個不行 第二個不行 至少可以隨性 是 外國人出國就是 有時候會有地雷 因為我們出國的心態可能 啊 幹嘛計劃呢 就是 這樣子才好玩 對啊 可是 你應該跟賈斯汀出國 有時候就是會踩到地雷 對 然後亂七八糟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 跟台灣人出國其實蠻 蠻棒的 因為台灣人很喜歡規劃嘛 計劃所有東西 然後行程 全部都要塞滿 可是因為這個態度 他們就 你們就會做很多功課 你們會做好所有 哪裡可以 怎麼去這裡 然後等一下要幹嘛 整個行程 全部功課都做好了 然後這個很不可思議 因為有一次我跟我台灣前女友 去菲律賓 我們去二十二天 然後我們去四個城市 飛七次飛機 然後交通費住宿 二十二天 兩個人六萬塊有找 超厲害的 我不知道他怎麼辦到的 這個超厲害的 對啊 然後 而且我們是去 潛水行程 所以我們很多要坐船 搭車什麼 都是要提前預約安排的 對 全部順利 對啊 超厲害的 特別是去歐洲 歐洲有很多那種 LAST MINI 然後你可以 撿到便宜的機票 或者是住宿 那你都要可能 很久以前就開始做功課啊 對 這樣也可以省很多錢 你才會知道有這些 對 而且你看你假如 一個月以前 開始做功課 你就開始興奮 對 很期待那個旅程 對 好像外國人會不想做這件事 對 好像外國人會 太麻煩了 然後如果我已經知道我整個行程 就沒有那個冒險的那種感覺 不新鮮 外國人就喜歡冒險 然後最後就什麼都沒做 然後偶爾踩個地雷 後悔整個行程 你說跟台灣的女生旅行很愉快 我不同意 喔 跟台灣的女生旅行就是 也是有一個讓我受夠 就是所謂的 Gay掰照 Gay掰的照片 這個真的是 哇 那個 我去巴塞羅娜跟前女友 就是每一個集 喔對 我學會了 你罵人家Gay掰照 你這一張是什麼 你看我被傳染了啊 我以前去跟那個前女友去 Queer公園 就是要拍兩張那個 她的那個Gay掰姿勢的招牌 第一個 破篩 我現在沒辦法會繞針 對 那個很好 你這張叫做牙痛的六塊肌 對 那你想想看 在巴塞羅娜每一個景點 都要幫女朋友拍這種 愉快嗎 天啊 嗯 幫女朋友拍這種還好 幫你拍這種比較不愉快 我自拍的就好 沒有 小禎姐 幫她拍真的很痛苦 因為她要拍裸照 我要幫她拍裸照 每一個景點她都要裸照 講別人 強迫人家幫你拍裸照 就不給巴雅很自然 我懂她也強迫我拍她裸照 你也拍吧 然後有時候她還會轉過來 拍好了沒有 而且還在那邊大便 轉過來 還在那邊大便 你拍我 你拍我 就是 古希臘那個 在思考的那個雕像啊 好嘞 古希臘在拉屎 你跟尼爾夫出去 你需要幫她拍照嗎 當然啊 所以你也被練就很會拍照 而且她都照三餐在拍的 那你拍照有什麼技巧嗎 幫老婆拍照 沒有 她 因為我只是一個人體的腳架 她就會指揮我說 欸 怎麼 往哪邊一點 你歪了歪了 她都會自己講 所以一個景點 大概站三個鐘頭拍到好 沒有喔 因為 因為我一開始會覺得說 像那個佩德羅講說 為什麼每個地方到底要拍 比如說去哪裡景點也要拍 去這個餐廳那個吃什麼也要拍 就是從頭到尾一直在拍 到底為什麼 有時候我就跟她會講說 難免會有一些口角嘛 對 可是我發覺 你跟她口角下去 就趕快拍一拍吧 後來我想說好你要拍就拍 趕快拍完我們趕快走 或是趕快拍 我們就可以吃了 對 妳知道嗎 是不是 有時候有時候 啊 蔡依萊好香喔 就是 就是妳會覺得說 被斷掉了 就像大到一半被夾斷這樣 所以花時間我覺得在海邊拍 因為我們都喜歡比基尼 我們要拍起來很瘦啊 腿很強之類的 屁股很翹啊 這比較難我覺得 真的會拍照的男生很加分 對啊 真的 所以我剛才我這一次去泰國 那邊有很多普通國家的女生 然後他們那邊就是 一直在拍 一直在拍 我就看著他們的男朋友 我覺得 嗯 現在世界真的很不一樣 是不是 真的 但是沒有辦法 現在大家實在太依賴這種 因為拍照 我們第一會留下自己的生活紀錄 那像我們上次一群人也是 我們去韓國 他們在出發前 就已經在搜尋 不是搜尋旅遊景點喔 是搜尋打卡熱點 然後就要一定坐地鐵到那個地方 找到那個建築或是那個景點去拍照 對 那我們就跟著去或是陪伴 然後只是因為我們那時候 因為韓國有時候交通 其實我們抓不太準 然後他們的計程車 我們也不是很懂 什麼時候可以坐 什麼什麼樣的顏色怎麼做 然後呢就搞的是說 我們上次為了要陪朋友 去他的打卡熱點 拍完之後回來 我們整個錯過一個訂 就是一個多月前就訂好的米其林餐廳 我們才遲到十五分鐘 他完全就是不行 可是我們就明明看到 那位置是空在那的 他們就是不行 因為你再進去 會打擾別的客人 然後我們還有付了訂金 然後當下去打卡的那個朋友 他當然就說 那我陪訂金給你們 我說誰要你的訂金 我要吃到那個餐廳 對啊 所以可是沒有辦法 就是他會覺得說 我第一次來到韓國 然後因為他們比較依賴 在IG上面秀生活 然後會分享會記錄 就覺得我來到韓國一定要去 而且說實在 他拍照真的拍得很漂亮 拍得很好 但就是你知道 會把每一個人的性質會不同 對啊 對 這樣就很掃興 真的我覺得 台灣在這個照片啊 IG直播的文化 是有點太嚴重 像 IG11的那個美國比較嚴重啊 這不是台灣的問題 現在全世界就是 比如說在那個 布魯克林 Bridge 在紐約 好多人在義大隊 就全世界的女生在那邊 全部都在那邊 然後他們就會聽不懂 他們比如說 講西班牙話我聽不懂 聽得出來 他在罵他男朋友 他幫他拍很胖 我就是知道他在說什麼 然後我說 你去 Do you need I help you to take a picture 他們說OK 然後就幫他拍... 這樣子給他 就揪了他的男朋友 但是這個問題是在 比如說我朋友說 他去美國的一個 藝術博物館啦 然後剛好有一個女生在那邊 那個直播 是 然後那個人就走過來說 不好意思小姐 你這邊不能拍照喔 她說 It's OK 直播 對啊 她沒在拍照啊 直播還是一樣啊 但是 人家在那邊截圖就是拍照啦 她沒有拍照啊 就一樣的... 就是這個問題啊 不是要講清楚啊 對啊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是我去北海道的那個... 就是一個... 一個溫泉的地方 泡溫泉 然後我到那邊 哇 你知道那個風景很漂亮 四個顏色都有了 那個四季的顏色 那個樹啊 超漂亮 然後再看那個溫泉在那邊 咕嚕咕嚕咕嚕 咕嚕咕嚕咕嚕 咕嚕咕嚕咕嚕這樣 然後鳥的聲音 就大自然很安靜 一直覺得啊 超級舒服 你為什麼不去音效公司上 那你覺得超級舒服 然後你在那邊聽 結果 大家好 你覺得我現在在哪裡嗎 我現在 我現在在哪裡 我現在在日本 北海道喔 真的超級漂亮 連他跟日本他都搞不清楚 對 而且還要到旁邊 你看你這邊外國人好多喔 我想說 你不就是嗎 我超氣耶 那你有沒有直播過嗎 但是在家裡 在家裡 在家裡 在家也可以 對 所以台灣人因為非常依賴這種 電子產品 而且我們很喜歡 追求最新的東西 所以我們到哪裡都需要網路 然後到哪裡 永遠在找Wi-Fi的 大部分都是台灣人 對 可是他們 你也要看地方吧 像 滿久以前我們球隊去 帛琉 那帛琉它就是一個很原始的地方 是 對不對 晚上你就是去 你也不要說太依賴網路 因為它算是滿原始啊 很美 很慢的網路 對很慢 網路超級慢 而且早上就是被帶出海啦 對啊 晚上你就舒服 你就可以喝喝酒啊什麼的 為什麼一定要一直 用網路呢 然後 尤其 類似我們住在那個 一個叫帛琉大飯店 它算是比較落後一點 它只有大廳 拉筆有網路 有Wi-Fi 你就看到 晚上喔 那邊 好像夜市一樣 所有人 就是帶著他們的 有在賣蚵仔煎嗎 並沒有 但是他們會帶著他們的泡麵 然後帶著所有 他們能吃的東西 然後 他們比如說還會有人 帶著 酒下來 然後在大廳 整個大廳 亂烘烘的 因為大家都要在 大廳用網路 所以就是 當然那邊大部分 都是台灣人去啦 但是 你就會覺得說 這樣子真的讓台灣人 很滿 滿糗的 因為 人家好好的一個大廳 就是要做生意 有些人家覺得 要度假的地方 對 然後每個人 房間就是不用網路了 沒關係 結果大家不在房間裡 對 然後 那個椅子坐完了 大家就席地而坐 然後 山山涼涼 跟他在等 等那個 等晚上的煙火一樣 就覺得很糗 講到台灣的屁號 我覺得有另外一個 真的是 令我們歐洲人相當頭痛的 就是 宵夜 怎麼了 吃宵夜 就是義大利根本沒有什麼宵夜 可以吃啊 而且我不懂 明明可以吃很好吃的晚餐 你們為什麼不多吃一點嗎 非得 我們有多吃一點啊 沒有 吃跟麻雀一樣 想 我飽了 然後我果然兩個小時候 肚子好餓 那難道你們都不吃宵夜了嗎 沒有喔 我們晚餐吃飽一點 就可以到隔天早上就好了 而且重點是 他們晚上都九點多才吃啊 八點八點八 而且重點是 如果 你真的很想吃宵夜 就是義大利根本找不到 任何一個 餐廳也好 或是路邊攤也好 開到那麼的晚 根本沒有 也只有我朋友 台灣朋友他到羅馬 他晚餐一樣 吃得跟馬雀一樣少 然後到了四點半 肚子有點餓 我要吃宵夜 結果 我們開車開了一個半小時 為了找到一個很浪的路邊攤 買很難吃的披薩 他就買了 他就非常開心 吃飽 他說 現在就可以睡覺了 我說 你是不是還需要奶嘴嗎 就是好像小朋友一樣 你知道嗎 吃飽才可以睡覺 我沒有在抱怨啦 我覺得在台灣吃宵夜 是很棒的一件事 可是 國外未必有宵夜這件事 所以我不自己帶泡麵啊 泡麵好重要 對啊 泡麵也超重要 所以我媽要帶蛋啊 因為泡麵打個蛋蠻好吃的 所以我一直沒有抱怨你們帶東西 你們帶越多越好 但是不要麻煩我們去吃宵夜 因為國外真的沒有宵夜可以吃 那你們在台灣會吃宵夜嗎 會 我覺得台灣人出去旅遊的毛病是什麼 一直在找吃的 對啊 啊不然咧 對啊 我們在找最有名的 當然啊 當地最有名的 最貴的餐廳 最貴不見得 真的 最貴不見得 可是這 誰會去國外一直找 當地最難吃的餐廳 是的 他們是找最貴的 我一個朋友啊 他來法國開會 然後他到利昂那裡開會 他當天開會沒有吃到 他想要吃的東西 後來完了 他到日內瓦 我在家 他來找我出去玩 他住日內瓦 第二天 他坐了兩個小時的火車 回去那邊吃 我說你為什麼這樣 說我要去吃那邊的香腸 那邊的香腸世界有名很好吃 當天吃完 又坐火車回來 兩個小時 所以 車程四小時 剛好可以坐法國的火車 很有趣啊 對不對 他講得沒錯 像我上一次去日本 我就跟我前女友了 然後他是日本人 然後我們到那邊的時候 他只想吃拉麵 然後我去很多拉麵的地方 然後看到那個宜蘭拉麵 我說伊蘭拉麵啊 他說飄飄飄 那個不好吃耶 我說蛤 他說對 而且那邊都是外國人 我說真的假的 我走過去全部都是台灣人 我去義大利 去義大利玩 這是跟台灣朋友 他不逛那個民生孤雞 去羅馬 他不逛 他沒有去飯店鋼 他整天都在找吃的 真的 羅馬是歐洲最有文化歷史的一個城市 吃也很有名啊 而且這個也罷了吧 找到吃還會抱怨啊 我跟他說 重點是什麼 我叫的 真的 義大利的菜 便宜才是重點 便宜又好吃 不是找貴的高檔的 是普遍的才是最好吃的 他這個概念他 他不懂 我跟他解釋說 你要到外面吃那個 就是三明治 或者披薩 那些披薩 都隨便都很好吃 很好吃 你不用去找貴的 我是很認同 因為我很多朋友跟我說 我有去過羅斯 我說很好啊 你對羅斯是什麼影響 東西不好吃 其他地方呢 你又去過什麼地方 你吃什麼東西 喔不 我有看了什麼東西 什麼餐廳啊 吃什麼肉 肉很多 沒有很辣 沒有就是加很多料理 所以東西不好吃 而且都是冷的 都是怎麼樣子 我說好 那你又去過什麼紅廠啊 什麼博物館 沒有啊 有 不記得 東西不好吃 喔 他們已經說 他們已經說 重點放錯了 真的 重點放錯了 對 是重點錯的 不是 他去那邊找高檔貴餐廳 就是他的重點 我真的覺得 Manu說得對 台灣人出國 真的重點放錯 不是每一個國家 都是適合 吃的去安排行程 對 比如說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他去南非 南非最美麗的是我們的文化 跟大自然 還有動物啊 山海這些 可是我那個朋友他去南非 他竟然以吃為主 然後他那時候要去 那真的放錯重點 那南非有什麼好吃的 喂 南非 還是有很多好吃的啦 可是 你是可以去美麗的地方享受這些 比如說你去港口吃海鮮啊 或者是你去一個那個農場店 吃一些特殊的肉品 比如說斑馬 或者是一些 鱷魚乾醬之類的 所以 那些都不敢吃啊 OK 那 真是南非美食啊 然後很多 你會不會覺得我們這一團 還蠻難帶的 有一點 我就幫他安排行程 我花了兩天喔 幫他安排他一個禮拜的行程 然後他看 為什麼我都沒有介紹餐廳 最後他去南非 他 我的行程的所有景點 他一個都沒有去 他一座山 一頭獅子 一條河都沒看到 他的 他去南非的一個禮拜 每一張照片就是自拍餐廳 南非美食 然後重點是他回來還跟我抱怨 南非沒有我想像中的美麗啊 而且又好貴喔 廢話 他每天跑餐廳 然後又 是 算了 搞不好 餐廳不是南非人開的 台灣人其實真的聊天的過程當中 真的都比較常聊美食 很愛吃耶 對啊 而且美食比較好切入話題 是 這個風景就 風景就因人而異 因為我看到你一個教堂 我哪知道你在教堂哪一年建的 我怎麼知道你這是什麼歌德式建築 我哪知道 吃的就很簡單啊 大家就會有口味上面 就很有個共通話可以聊啦 對啊 那請問跟哪一些國家的人 出國一定是超難受 癖好一堆毛一堆 這樣人家受不了的有嗎 我之前有帶美國來的朋友去日本玩 然後呢 他們第一就是說 因為在美國我們在西岸 沒有在走路的 就是西岸人 沒有腳 就是都開車啊 他們都開車 他們都沒有腳 可是到日本 就一直要走路 沒有辦法 然後他們說為什麼不能坐車 我就說坐計程車嗎 因為計程車非常貴 你坐上去之後 你下來就不知道多少錢了 而且他們有很多彎位很可怕 雖然點對點看起來很近 可是那個價錢坐上去會很恐怖 然後我就說那我們坐地鐵 坐地鐵 咦他們又要找那種 只要下了 就是出來之後 他們看到哪一個出口 他們就說我要找電梯 因為通常 譬如說1號出口 3號出口 8號出口會有很遠 他們不行 他們說我要找有電梯的出口 可是我說電梯出口 跟我們要去目的地很遠 不幸 然後上去之後 全部大迷路 然後呢 走不走路就算了 那我慢慢地跟他們說 你們還是要靠自己的力量 因為第一我們不太可能開車 在東京市區裡面 只能坐車 還有他們就說吃 他們跟你不一樣 他們看到居酒屋跟一般 因為我們會去比較 我們比較知道那種私房的 比較小的那種麻辣麵店 或是居酒屋 他們看到那位子 不可能進去坐 他們說那位子也太小了吧 因為他們燉位都比較大 他們沒有辦法接受小的餐廳 可是日本寸土寸金 對啊 連我們去住的飯店也一樣 我說我們走進那個廁所 是可以這樣轉一圈 裡面就可以有洗手台 馬桶跟那個淋浴間 已經算OK的 他們看不懂 那就算了 可是吃東西他們就說 欸 住沒辦法 可是吃東西他們就說 我不用辦法進去這麼小的餐廳 我那天去四天 我陪他們吃了四天的美式餐廳 就都是那一道老肯閣 因為只有美式餐廳到了日本 它的規格 它的座椅還是一樣 不過你朋友的感覺我懂啦 想聊什麼哈哈 我懂 你去美國 去日本這邊很難受是不是 真的很難過 那你去香港更不能進茶餐廳吧 真的很難過 因為茶餐廳的位子是更固定的 日本那個廁所你知道 你要進去洗澡 你一定脫光進去洗澡 然後一轉身 就不小心藏到馬桶裡面對不對 你不要講他 我有時候一轉身洗完 一轉身要拿浴巾 就去撞到了 對啊 但是如果以出國來說 我覺得 我最不習慣跟台灣人出國 我 對不起 因為 比如說 好 我之前要去沖繩吧 然後那時候喜歡我的女生 她 也要一起跟啊 那我想說 你想跟我去沖繩 你不會曬 你怕太陽 我就是要去曬太陽 我就是要去曬太陽 你不會游泳 我要去玩水 呃 我要去看一些風景 你喜歡去逛街 你還要我帶你一起去 然後我們就是因為這個事情吵架了 結果到最後我還是自己一個人去 呃 因為我真的是沒辦法帶這種人 然後另外一個是比如說 一定要你合群 一定要你合群 之前我去那個東京的時候 然後也是跟我那時候的女朋友 然後她兩個朋友 然後 他們每天的行程 三餐都吃拉麵 嗯 唉唷 三餐吃拉麵 我吃一個我就膩了 你知道嗎 三餐啦 然後吃完一定要去逛街 逛 他們想要逛的 比如說 H&M 什麼 什麼 根本台灣有的東西嘛 我就不想 而且他們又睡到下午 不知道幾點起床耶 然後我就想說 好 那我明天早上 我去找我自己的日本朋友 Yeah 起床再跟你們見面 Yeah Yeah 然後 我那天我就跟他講說 那我先出發喔 他說好 他們就繼續睡 然後我就去找我的朋友 他說 兩點一定要到喔 我說好 沒問題 我提早到了 兩點到 跟他們幾何 喔 他們超不開心 嗯 我說你為什麼不開心耶 不是講好了嗎 他說因為你分開行動 喔 我說我分開行動有 害你們沒辦法睡得更晚嗎 嗯 因為你們不就是剛剛在睡覺嗎 他說 沒有 這樣我還要跟你幾何啊 什麼 我說我們不是還是一樣 去的那個一樣的地方嗎 嗯 反正他們就覺得我很不合取 然後就是反正就跟他們吵架 就變成說 他們兩個的朋友又不喜歡我 然後導致他跟我分手 嗯 這很誇張 那如果以上數這些情況 是 他們這麼的跟你不合 嘿嘿 但是你出國的錢跟吃飯的錢 都他們出 這樣可以嗎 你少來 根本不用思考 可以的啦 可以考慮一下啦 想要先最喜歡這樣子 考慮一下 別人買的錢對不對 我之前住在日本 然後就是跟很多日本朋友出國過 我覺得日本人最煩喔 他們就是買一本 就是今年最流行的那本觀光書 他們就買 然後每個人去一樣的地方 所以你就是到了那個地方 就很多日本人在那邊 對 然後他們拍照一定要 就是那個 那個就是 point 你知道嗎 不可以在右邊一點點 左邊一點點 不可以 他們就是要在那邊排 然後就很多人在排隊 然後日本人好愛排隊 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他們很乖喔 他們在那邊排隊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是 有很多人就是 幫幫大家排隊 然後他說 怎樣要排隊 多少 就是幾個小時 多久 他們說一個小時 他們說 好啦一個小時排隊吧 然後在那邊排 一個小時啦 很久耶 我們可以去吃個東西喔 喝個茶 什麼的 所以這時候就必須在這個地毯 然後就可以 撲在地上等 然後躺著 你會覺得其實拍 其實拍照 你也可以拍那個地方 但是不是從那個point 你就是可以旁邊一點拍也一樣吧 對不對 他們不是 然後吃東西也一樣 他們不可以吃路邊的東西 所以你帶 就是日本朋友來台灣 你帶他們去夜市 他們不可以接受 他們就是 真的覺得太髒喔 他們不可以 然後我覺得很驕傲 我覺得台灣的夜市 真的很好觀喔 很好吃啊這樣子 他們不可以接受 他們真的沒辦法 他們會去 但他們不會吃 他們不可以吃 他們就不會吃 真的喔 然後拍照 然後會吃 他們就說 這個可愛 然後就這樣 然後就不吃 你知道嗎 對 那不是說你跟日本朋友去海邊 他們真的不會玩水 然後不會玩海邊 他們也不可以穿比基尼什麼的 他們的泳裝都是這樣 比較保守 對 就這樣子 那他們超級怕UV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千歲的 對啊 真的是千歲的 真的了 然後我覺得 我穿比基尼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 對沒有感覺 他們比較害羞 他們有害羞 又很怕曬黑這樣子 我覺得台灣人 怕曬黑還OK的 是健康的 怕曬黑 你就是擦一下那個 飯菜就可以啊 但是日本人 他們真的不可以 就不可以完成 不可以曬到一丝太陽 對啊 我覺得最最煩的人 是德國人 就是跟他們出國旅遊 是最煩的 對啊 對 就是我以前 有跟一個德國朋友出去玩 我們是一群人 然後其中有一個德國人 就是整個行程都是被他控制的 他算是一個就是控制狂 他不是有安排好的 而且他一直怕我們會遲到 所以他一大早就開始給大家打電話說 你起來了嗎 去床嗎 你起來了嗎 去床嗎 你還要上廁所 你為什麼不把電話先剪掉 沒有 因為學姐就不好意思 因為她會更擔心 她會過來敲門啊 說你起來 起來 起來 妳不接她就過來了 對 她就過來了 對啊 而且她都是覺得 她通通都是對的 她也不會接受別人的想法 像是她有 她說她是有一個 科技方式去安排行程 她有看 她有載很多APP 然後她有看 就是比如說這個捷運站 就是從捷運站A到捷運站B 要多久 半個小時 她就在她的這個行程裡面說 半個小時 然後她說 好 如果有排隊 我們可能還會玩五分鐘 好 再加五分鐘這樣子 好煩喔 她都會就是想好 算得很精準 很精準就對了 她非常的精準 德國人什麼都算很精準啊 你忘了 瑞士人也是差不多 瑞士人差不多 因為你們就在隔壁啊 對 就在隔壁 而且有堆拒的瑞士人 跟德國人是差不多 很固執 秋流星不是要放鬆一下 對啊 他們一定要自己安排 因為他們覺得 我自己安排 是最精準的 他一定要控制這個東西 而且這個還在很多方面 會這樣做 你是不是很討厭德國的朋友 是有一點疼的 是有一點痕啊 他們真的 我的天啊 就比方說我們去一個地方 第二天要騎很早去爬山 就是 而且晚上有睡比較晚 還有喝酒 我們就跟他說 不然我們明天就不要去爬山了 我們做別的事情嘛 他就這樣 點頭 第二天早上 起來 人不見 欸 自己去爬山 他自己一個人去 就是這麼奇怪 你知道嗎 什麼奇怪 對啊 我覺得這個聽起來都還好 真的恐怖就是你們兩個俄羅斯人 你是十個 你跟俄羅斯人出國超恐怖 真的 我之前有一個朋友就是 他是要飛去澳門 本來很單純 我們飛澳門辦簽證 逛街回來很健康這樣子 結果呢 我這個俄羅斯朋友 他我們是早上五點的飛機 可是他每次出國 就是很興奮 好像他第一次出國 五點飛機 他帶了 那個 六瓶啤酒 就是一箱啤酒 然後就是 欸 兄弟開喝了 出國要開心 可是我以為要健康 我以為我們要去辦正事 結果呢 最恐怖的是 俄羅斯人還很會帶氣氛 我本來不要喝 他們帶氣氛 然後我們還沒有那個過海關 我就 Let's drink 所以我們 Let's go 然後 很無聊啊 過海關很無聊 你每次排隊 你一直排隊 一直等啊 還有時間有延誤 你就 幹嘛 重點 這是重點 我們過海關 已經過海關了 開始無聊了 發生什麼事 他去買一瓶Vodka 免稅Vodka一定要買 好 然後 我們 才剛到澳門 我們已經完全醉了 哇 他可能在發作飛機啊 可是很好玩啊 很好 我覺得你的故事 從開始到現在 都很合理啊 對啊 哪裡合理啊 早上五點開喝 然後到澳門差不多七八點 已經完全醉 很好玩 一瓶Vodka已經不見了 開心啊 而且他們會比 你不該喝酒的人喝酒 對啊 對啊 我們那個時候 我問了我們去哪裡 我們去南部拍一個 好像外景啦 我們嗎 對 你記得嗎 我們去拍外景 然後我們要開夜車回來台北 是 開夜車回來 他就是一定要到 我們已經在那個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那個休息站 沒有賣酒喔 你知道嗎 他指定那個司機 或司機 請你開到市區裡面 我不知道我們在哪裡 他就開到市區裡面 為了買酒 這樣就是你不對了 因為我們都會自己帶酒 你怎麼要 我們去外景啦 我們去工作啊 所以我們沒有帶酒 我們去工作 我們都自己帶酒喔 對不起 我下次不會這樣子 對不起 我們國家沒有 沒有很多人這麼有錢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出國的時候 真的好興奮 很開心 真的 他們俄羅斯人覺得 你出國 在那邊不是 不是國家 在那邊就是外星人的地方 你知道嗎 沒有人聽得懂你說什麼 沒有人管你做什麼 所以他們一下飛機 就是很大叫這樣 就像我們比如說 我姐姐來台灣找我 但一下飛機這樣子說 耶 開商品喔 我在國外啊 耶 我說姐姐 你知道嗎 你可以不可以就是 不要打興奮 因為有可能人家 會認得出我這樣子 你可以不要這樣子嗎 他說 I don't care I so happy 就這樣做 我看一看禮拜就這樣 天天都這樣 就有點累 然後他們就覺得要 一直要喝酒 這是真的 沒有 開心就對了 開心對 早上到晚餐要喝酒 然後會去飯店 你也知道對不對 飯店都是要 就是全包括 因為他們覺得這樣 比較划算 又不用就是去付錢這樣子 所以他們就喜歡 早餐 午餐 晚餐 都是全包括 不用再付錢 就這樣子 吃到飽 結果他們吃真的超多 超多你知道嗎 吃到飽 但是他們的吃到飽 跟台灣的吃到飽 完全不一樣 你可能就是可以了解 我覺得 吃到飽 有的人你知道嗎 那個吃到飽的地方 就是一個飽 對不對 他們就拿椅子 坐在那個飽 在那邊吃這樣子 因為他們覺得 你去那邊 走來走去很麻煩 走來走去就很麻煩 你就坐在那邊然後吃 就比如說那邊有什麼 蝦子 他們不會拿兩隻蝦子 他們就拿整整個完 還是他們就是椅子坐 蝦子撥完吃完再換下一盤 對啊 是真的 真的很多人這樣子 是不是 真的 你可以在黃土坎坎很多人這樣 他會幫別人加菜 不會 應該不會 但是他是 就是想是我在瑞典 對 在瑞典的時候 就是他有那個鳳梨 然後他還沒有切好的 就是他是整個鳳梨 然後 你說像馬乳頭上那一個 對 對 然後就是有兩個 兩個就是他們應該是父親 他們就說 就是那個老婆 他說 我想吃鳳梨 然後他老公說 好 他拿了整個鳳梨 放在桌子上 然後幫他切 很大方 他叫服務生拿到 拿到 他拿什麼東西切是重點嗎 有時候這個東西拿到水果 是百飾 百飾而已 但是你知道的是什麼 俄羅斯人 它有一個非常地 非常地非常地 就是大家都不能理解的地方 他們在國外也會講俄文 就是像是在瑞典那一天 他就是也是這兩個夫妻 他們要釘啤酒 然後他們說 呃 啤吧 就是啤酒 然後這個夫妻說 就是不好意思 我聽不懂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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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他要 他要 就是叫濃的啤酒 啤 啤 你是白癡嗎 我說啤 啤 對 對 然後我就是看那個 那邊有人說飯店 他們說 那一家飯店蠻不錯 其實很乾淨 但我覺得真的不好 你們不要去那邊 因為那邊沒有人聽得懂俄羅斯話 不好意思 我們為什麼要聽得懂俄羅斯話 對 聽到目前為止 好像真的是俄羅斯的朋友 就感覺 聽他們出國的事很好笑 但跟他們出國應該會氣死 沒有 我之前是當那個 酒吧裡面的那個安檢門 就是幫忙 有人打架 對 有人打架 我幫忙負責 就是每次俄羅斯朋友 喝醉啦 他們每一次都是找人打架 然後我問他 你們為什麼每次都要這樣 他說 在俄羅斯 我們覺得玩得開心 就是要找人打架 對啊 這是我們的無法這樣 不要怕 打架是文化就對了 對啊 英國人 我是以個人的經驗 還有官方資料的 來證明這個事實 第一 他們是 像西班牙的那個 觀光客 比例最多的一個國家 就是英國人 我們的沙灘都是英國人 嗯 那他們出國來到西班牙 有五個項目 是一定 必須做的 第一 就是 嗯 第二 就是 嗯 第三就是找 當地的球迷打架 第四 就是從 飯店的陽台 跳下去 蛤 但是 下面就是有那個泳池嘛 嗯 這變成一個叫 就是一個很 遊行的一個 英國人的運動 好瘋喔 第五就是得性病 然後那個 就是從 第一開始 一個一個都會做 就是我們的報紙 每一天都報 報導說 英國人 賽山住院 英國人 呃 觀光客 賀掛住院 英國人被 馬德利的球迷毆打住院 然後 英國人從 飯店的那個 陽台 跳下去而死 就是 我們每 每天夏天會有的新聞 人家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今天大家講那麼多 你就知道 以後要怎麼對付他們 對喔 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萬分之一翔 下次見 拜拜 請問一下你們國家的這些旅人們呢 出國旅遊有哪一些特殊癖好呢 你們會有什麼樣的癖好呢 西班牙 西班牙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拳托 以前是真的很流行 前一陣子就是有一個照片是一定要拍 就是背影 就這個 全球拍裸 全球拍裸是吧 不是啊 不好意思 我們是在問西班牙觀光那個 不是問佩德羅 不不不不 是大家真的很流行 就是Instagram要放一個 你到一個就是景點嘛 你就是拍你的背影 全裸的 就是代表你征服了這個地方 對 我看到這個流行 就覺得你們晚來了 我已經征服全世界很久了 這幹什麼這一張 你在對面 感覺好像被那個地方征服了 這張是我拍的 他拍的 這張是沖繩要拍 而且颱風天 颱風天耶 對 這是法國 這是準備羅奔 感覺你到這個地方被征服了 又是你啊 在法國不行 你會被罰 英國 這不是背影的 我的室友就是去賈納利群島 就是賀掛打架的那個 那個樹很薄耶 你這樣就 這是葡萄牙 可是我真的覺得我們不能 我覺得我們不能這樣子 因為我認識很多西班牙人 其實只有佩德羅才會整個樣子 不不不 我說我用那個光 可是 那可那你當你在拍的時候 那別人是怎麼看你 因為你在拍的是一個裸體的人 怎麼看一定是看說 這一對就是一對愛侶啊 這個是真的 拍得很好 我們常常會就是被誤會 我們是一起的 對 那最後放棄就真的在一起了 他們拍佩德羅最累的就是拍完之後還要修圖 他真的要求很多 因為我拍完他說這個太矮了 你身高就很矮你要怎麼樣 不是 或是你拍他說這個太短了 不是要求 哪個太短 只要從下面那個角度 讓我的腿看起來長一點就可以 沒有人想要下去那個角度 那個角度 就角度讓我腿看起來長一點 其他都是完美的 兩位愛侶不要吵架了 對 那你有沒有曾經脫光拍照被警察趕還是被弱 我沒有 但是你說只有我這樣嗎 不是 那個以前有一個就是鬧全世界的一個行文 是一個西班牙人在那個日本東京的那個 就是田皇那個宮殿嘛 他不是圍著一個虎嗎 他的就是一個中年人 他的老婆包包掉在水裡 他就全脫了下去那個東京田皇宮殿的虎的水裡 就是被日本的記者所有的觀光客瘋狂地在拍照 對 可是我們好像一件事 其實Pedro不是有病 他心裡也沒有病 就是在西班牙很多城市全落是合法的 在巴斯洛納你走在路上常常會看到很多刷來刷去的東西 那個就是真常的 對 OK 所以你很常去那一旅 沒有 我就去過一次而已 那印象深刻 印象深刻 對 那義大利的話可以講義大利嗎 義大利的話 就是我們沒有水 無法吃飯 我們沒有辦法吞下東西 因為台灣其實如果有杏有水 有可能是熱的 但是有很多餐廳根本沒有水 要麼有茶要麼有熱湯 像我最近我爸爸媽媽去那個 那個台南那邊的烏山上 然後有一個那個什麼厚德自主廟 非常有名的一個廟 然後裡面有提供免費的素食料理給觀光客這樣子 然後我跟我爸爸媽媽吃飯的時候 我爸爸說 水咧 我說不好意思這邊沒有水 他說我這樣沒有辦法吞東西 我說沒關係 我幫你拿湯就好了 我給他湯的時候 他試喝 但是他還是沒有辦法吞 因為那個水熱的 很多義大利人喝熱的東西 沒有辦法吞食物 所以我爸爸氣得 他自己走路 他就嚇傷 他走四十五分鐘去 第一最近的那個便利商店買一瓶水 但是呢他回來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吃飽了 沒有東西可以吃 所以他要買到水 可是沒有吃到飯 所以其實有時候可能你們覺得 你們覺得說喝冷水對身體不好嗎 對不對 很多種英語這樣說 有這樣說 可是很多歐洲國家 尤其是義大利沒有冷水 根本沒有辦法吃飯 甚至沒有冰的水 他們就無法解渴 他們會這樣做 你以為你跟日本人一樣 都要喝冰水 對 等一下 俄羅斯人 是 拿飯店東西 對 感覺你們出國在那麼細耶 這個我有 沒有 因為出國也要開心啊 所以我拿東西會更開心喔 因為就是飯 就是如果 那你拿飯店什麼東西 喝這個拿會更開心 就是 電視跟沙發嗎 有一些人可能會 但是我比較小 我沒有辦法 但是其實我們都是會就是把肥皂啊 那個毛巾 什麼東西都 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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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從頭都拿走啊 因為我們覺得不要浪費 我哪兒就是帶回家 可以用啊 可以繼續用啊 所以為什麼要浪費 而且有一次 沒有浪費啊 這飯店要永續經營耶 對 羅斯人覺得他們已經付了錢 對 我已經付了 裡面的東西都是我的 你知道嗎 因為我付了整個瓶 對啊 就是正平 但是我只有用了一次 一點點 他們少一個毛巾 他們不會知道啦 對啊 那一條就在你身上啊 不是 他應該是也學會了 我自己也會了 而且就是有一次我跟我媽媽去 北歐留遊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是跟團體一起去 然後我們有一個達年級的叔叔 他拿了兩個浴袍 就是從飯店拿了兩個浴袍 然後我們問他 為什麼他要兩個浴袍啊 他說 因為老婆 我跟他打電話 一直問他 他又沒有跟他買禮物 他不知道買什麼禮物 因為就是已經沒有時間了 我們就要走啊 回去羅斯 他就拿走了兩個浴袍送給他 就當禮物啊 所以他老婆的禮物就是飯店偷拿的浴袍 浴袍 對 而且有一些東西是比較好的 像是毛巾那浴袍也是比較好的 台燈啊 台燈 不過這很好 因為我如果去飯店 我會拿那個拖鞋 然後我送我俄羅斯朋友 他超開心 因為是飯店的東西 對 OK 所以下次 下次遇到俄羅斯的朋友 你就知道要送他 送飯你的東西對不對 送錢 艾瑪 台灣的人有時候會 逼導遊家行程 對啊 對 因為像之前我們去日本啊 然後大家就是嘛 會看書 然後會看什麼旅遊的報導 那我們那時候在熊本 然後譬如說我們現在 現在看一個寺廟 然後他們就說 聽說隔壁有那個天皇以前 什麼避暑的地方 然後就跟導遊要求 可是導遊就說 因為看起來很近 可是他就說 就沒有在行程上不肯 然後譬如說我們去吃 吃完馬肉 然後旁邊有賣喝果子 然後台灣的旅遊團就會說 我們要去那一家 因為那家很有名 然後導遊就會說 可以你們把那個旅遊手冊拿出來看嗎 他說就是沒有這個行程 可是台灣人就會覺得 這麼近 可是因為對我們來講 其實就是可能 五家店 十家店的距離 可是對日本來說 他們幾點幾分到哪裡 幾點幾分移動幾分鐘 對他們來講都很重要 對 所以導遊是完全不接受 對啊 可是台灣人都會覺得 就這麼近 我們就看到他在那 我們不能去 如果是台灣導遊一定會加 但日本人他是 他會當機 對 他們連移動 十三分鐘 就是十三分鐘 沒有 他可能 團體帶進去那家店 他還要先跟那家店通知 先跟他們講 對 所以對他們來說這太困難了 所以台灣就很想要逼的話 你知道日本就是逼不了的 對 嗨 你這是 我是覺得 紐約人 連 狗屎都要比 因為有一次我是 我姐姐他的一些朋友 然後是紐約人 他來台灣玩 那我們就帶他們出去玩 然後他們 就覺得說到任何一個地方 他們都要講說 你們比如說去咖啡廳 你們這個咖啡廳跟我們紐約的咖啡廳 比起來怎麼樣 但他們不會說他們比較好 比如說到了那個我們的捷運 他們就說 哇你們的地鐵站好乾淨 跟我們紐約的比起來 就怎麼樣怎麼樣 We New Yorker 就會怎麼樣怎麼樣 他們講三句話 一定要講一句說 We New Yorker 對 一定要 一定要生怕大家不知道 他們是New Yorker 然後甚至有時候 可能看到地上 有一坨狗屎 他說 Oh my God 你們台灣的那個大便 狗的大便 跟我們紐約的比起來 Oh we New Yorker Share on you Like you 他們都 跟狗屎 他們都要講說 跟紐約的比起來怎麼樣 我覺得他們 可能是非常以 他們是New Yorker 自豪 他可能覺得 他們是另外一顆地球 你知道嗎 真的 對 他們不會說 他們不會說覺得你比他們差 對 他們還是會承認說 很多地方你們比他們好 但他們就是一定要說 他們是New Yorker New Yorker 其實我在台灣認識好幾個 New Yorker的人 他們是滿自大 其實我認識他們 他們好像常常在這裡被打 真的啊 都是被你打 是被別的美國人打 對 對啊 他們好像還滿不喜歡 紐約的 而且他們就是 他們會 不論從哪裡來 他不會說我是美國人 他會說我是 紐約人 對 就是不是美國人 就是紐約人 類似這種 可是美國其他地方也都會這樣講啊 從 LA 從 San Francisco 但是不會 不會那麼自大 對 他們會故意講 OK 我們可以講美國人啊 OK 他們 我覺得 南非人 我之所以有這些俄羅斯朋友 是因為南非 你跟俄羅斯人有什麼關係 我不懂啊 你現在就知道了 現在是我的故事啊 跟剛剛沒有關係 新故事開始 OK 反正 我覺得 我有這麼多俄羅斯朋友呢 是因為只有南非人 可以跟上俄羅斯人的腳步 因為我們出國呢 我們在乎一件事情 就是有 酒吧喝到掛 喝到掛 而且 南非人很厲害 我們這個是有天分的 我們出國真的有辦法找到 CP值最高的酒吧 不管他在哪裡 像我們之前去長灘島 然後也是跟一群南非朋友去 然後他 我不知道他怎麼找到 他在一個 長灘島好像就一條大馬路 基本上 可是他在那個 什麼都沒有的 那一個地段 找到一個當地人的酒吧 然後那一個酒吧 是整個島上CP值最高的酒精 OK 他們有賣一個 15杯的Shot 然後就是每一個Shot都很恐怖 然後每一個口味都很不一樣 長灘島 我跟你講 你是不是跟我去的是同一家 因為他們在流行說 這15杯Shot喝完 沒有倒的人可以換什麼 可以得一個分數跟一個T恤 一個T恤 對… 我們整個南非團隊都有T恤 我跟你講 我們整個台灣團也都有 可是 就我沒有拿到T恤 因為南非人太瘋了 我還沒有喝完 砰 整個島下 那一天 我們就是去跳島 然後玩水 那Shot看起來超… 那Shot是超大杯 對 而且很恐怖 它有一杯是超級辣 然後一杯超級苦 一杯超級酸 一杯超級甜 然後… 就倒了 反正它T恤上面就是說 什麼 15杯後 我還在站著 就是這種T恤 真的一個人喝嗎 還是可以輪流 一個人喝 當然是一個人喝啊 一個人喝 這個很恐怖 因為我最後醒來 稍微有一些意識 我想說不行 我必須離開這些南非朋友 不然我會死在這裡 然後我… 終於有點意識 我必須快點離開這個地方 我就開始走 可是我已經倒了嘛 我就開始走 然後長灘島 你就只有兩邊可以走嘛 我走錯邊了 而且我走 一直走… 一直走… 我走不到我的飯店 結果遇到俄羅斯人 哇 真的… 15杯 我不知道 這個機會好像… 這個有可能 因為我走一走 我就斷片了 我直接斷片 好危險喔 然後早上 我是被那個很熱的太陽造型 然後我就… 啊…好痛苦 我用爬的這樣爬到陰影 然後… 好像沒有用 又爬到海裡去 然後… 終於醒了 我就看一下 然後沿著那個長灘島看 我的飯店好像完全在另外一邊 好像我要走… 超級嚴重的宿罪 超級大的太陽 我要走20多公里 超多 在沙灘上 你的東西還在你身上嗎 我… 我就只剩下背心褲子 一個是手機 什麼都沒了 他跟羅斯朋友去飯店 拿東西就好了 對 這個沒事喔 你的朋友把你丟下一個人 是我說 我要走了 他自己逃走的 逃走的 結果走錯邊了 嗯哼 太危險了 欸你想 這次醒來之後 你發現飯店在很遠的那一頭 跟你醒來之後 發現你飯店就在旁邊 你拿一個會比較火大 那你當時沒有很挫嗎 沒有啊 就任命 就乖乖地帶著宿罪 踏太陽就走回去啊 不然怎麼辦 很可憐 FMZ強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醒來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 快點讚 一定要記得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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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